大家好,我是小杜 58年前,一则爆炸型新闻传遍世界 阿波罗11号飞船成功登陆月球的惊呼声传遍了大街小巷 美国航天员阿姆斯特朗和奥尔德林代表人类首次登上月球 即使是在那个落后的年代 全球的所有电视台当时也有6亿人观看了直播 几乎全世界每一台电视机都在观看 第一个登上月球的美国宇航员阿姆斯特朗曾经说过一句经典名言 对我而言这是一小步 但对人类来说这却是一大步 虽然在半个世纪后的今天这句话依旧经典 但美国的阿波罗登月计划的真假一直存在争议 有人认为上个世纪70年代美国宇航员登月 到现在58年没有实现第二次登月 还有人说照片背景没有星星 照片中岩石影子夹角过大等等 任何一个细节都被拿来质疑真假 其实人们的质疑是有一定道理的 但并不意味着质疑的证据正确 美国在过去的58年间已经成功登月6次 共计12人次 而关于阿波罗登月计划中照片的问题 其实中国早就已经知道了答案 我们玉兔月球车上的一组照片就给出了有利的证据 中国玉兔首席科学家欧阳资远院士 就曾多次公开证实美国曾经成功登月 从月球传回来的照片来看 在月球拍摄时确实是一颗星星也看不见的 而且由于拍摄的广角镜头 扭出了原本与石头平行的影子 所以夹角过大 未知一方面是资深谣言的温床 但另一方面 未知也是推动人类向前的动力 因为想知道答案 所以鞭策人类不断进步 为什么美国航天局NASA对于登月问题 从来没有做过最终性回应 中国科学院的一位院士认为 其实NASA的目的是为了让更多的人去争论 去质疑登月 然后就会为探索真空 而了解太空 了解美国航天史 成功达到一种科普和宣传的效果 关注零度军武 了解更多军武知识 拜拜 拜拜